其實最重要一點要先設計好開頭跟結尾 你知道你的這個世界觀想什麼樣子 你在建構一個世界觀中 通常都會畫地圖 例如說我的那個世界的大陸想什麼樣子 那接下來該怎麼做 你要想上面的地形 上面的氣候 你要先去規劃好 那接下來呢 這邊很旺財 森林 植物 動物 水牛 這些東西都是需要構思的 你要先控制好這一點 通常會碰到最大的難題就是 設定上的錯誤 或設定上的矛盾 你會不會覺得 好 許利姐來說 我們都知道魔法是奇幻世界很常見的東西 對不對 好 今天我的角色要會魔法 它有什麼條件 有沒有想過它有什麼條件 為什麼會魔法 有魔力 有魔力 好 我魔力是一個條件 什麼樣的人有魔力 他需要做訓練嗎 他要上學嗎 他是不是協同嗎 對你有魔力 有魔力 雷圈